南韓首爾發生重大車禍 在明東首爾市政廳地鐵站出口 68歲駕駛逆向撞上兩輛車後 一路衝向人行道 造成九人死亡 向來南韓車禍最多是酒駕 但罰則過輕引發民怨 大西洋史上最早的五級颶風生成 升級至快速前所未屆 目前最大風速每小時270公里 狹帶強風好雨 橫掃加勒比海島嶼 墨西哥東部嚴陣以待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 川普享有總統公務豁免權 等於今年不會開庭審理國會暴動世界 拜登則出面譴責判決 直指是危險先例 日本地價連續三年上漲 滑雪觀光聖地長野白馬村 漲幅超過三成 雄本菊陽丁因台積電進駐 爆充24% 47個都道府縣29地上揚 其中福岡增幅最大 上海研發六角機器導盲犬 可以規劃路線導航識別耗制 協助市場人士安全出行 英國研發人工合成皮膚 模擬人體皮膚發炎反應 藉此研發新藥物 國安平晚安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七月開始 暑假開始是全球航空旅遊的旺季 但要注意的是極端氣候 現在發威的情況超乎我們想像 通常大夕陽颶風季是每年九月 但是現在出現史上最早七月的大夕陽颶風 而且是第五級的強烈颶風 它形成的時期特別早 增強的速度特別快 這都是空前的 科學家的看法是全球暖化 導致北大夕陽的海水升溫 而在星期一的時候 這個颶風已經升級為 潛在災難性等級的颶風 它横扫加勒比亞東南部 因此很多島嶼已經經過颶風以後 變得摧枯拉朽 另外注意的是航空乱流 又爆發了航空乱流 由旅客重傷送進加護病房的意外 它從西班牙起飛要飛往烏拉圭 那麼是歐洲航空的航班 但是在接近巴西的大夕陽上空 遭遇到強烈乱流 以至於機上受傷的30多人 飛機也緊急降落 機艙天花板掉落 管線露出 甚至座椅也整張折坏 暑假旅遊忘記才開始 又傳出飛機遇上乱流 西班牙歐洲航空 波音7879夢幻客機 1號從馬德里 飛往南美烏拉圭的UX-045航班 在大夕陽上空遭遇強烈乱流 造成機上325名乘客中 23人送醫 截至當地時間 週一晚間仍有5人住院 當中4人在加護病房 隨著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加劇 不僅亂流事件越來越頻繁 各地氣候也亂了套 才7月 大夕陽已經出現最高強度的 五級颶風貝羅 瞎帶強風蠔雨 橫掃加勒比海東南部 是大夕陽史上最早形成的 五級颶風 以往颶風季 第一個大型颶風 出現在9月1號前後 今年足足早了兩個月 連氣象主播都說 讓他驚訝地說不出話來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警告 貝羅已發展成潛在災難性颶風 最大持續風速 已達每小時270公里 將為加勒比海島國 帶來威脅生命的強風和暴洪 這不單從風的觀看 我們期待很危險 生命危險的風風 在5至7米 超過平常的風速度 直到右邊 中間通過那些島 大陸的大陸的風 也期待3至6公里的風 所以很危險的情況 在發展發展 週一貝羅已導致 加勒比海的格瑞納達 95%的居民停電 總理表示 卡里亞庫島半小時 就被移為平地 造成至少一死 巴貝多則撤離400多人 颶風預計 週三直奔雅買家 有居民決定 先一步前往避難所 但也有人在戶外港口 冒險搶救 他們賴以為生的工具 上週末才遭熱帶風暴 襲擊的墨西哥東岸 暴雨導致數百棟房屋損壞 突石流導致公路封閉 兩條河流泛濫成災 儘管预風預估不會直接登陸墨西哥 但加勒比海沿岸度假勝地坎坤 旅遊業者和漁民已嚴陣以待 氣象學家指出 貝羅驚人之處 在於他升級速度之快 短短42小時內 就從熱帶地氣壓 增強為大型颶風 不到10小時 就從一級颶風升級為四級 換句話說 行程時期之早速度之快 都是前所未見 美國國家海洋 暨大氣總數已經預估 2024年颶風數 恐超過往年平均 最多達13個颶風 和4個大型颶風 本週美國進入國慶廉假 計劃往南旅遊的民眾 恐要特別留意 體質問綜合報導 好 月底就是巴黎奧運了 已經7月了 那麼在850天戰場上面 敖戰的俄羅斯和烏克蘭 會不會在巴黎奧運運動戰場上 再相逢 那麼現在呢 俄羅斯的選手 被國際奧委會規定 只能以中立身份的 個人角色參加 所以在這個奧運場上 是不可能看到俄羅斯的國旗 也不會聽到俄羅斯的國歌 那麼但是即使這個呢 還是讓烏克蘭覺得 交戰國的一方呢 尤其是進攻烏克蘭的國家 怎麼可以讓運動選手參加賽事 澤倫斯基認為 只要戰爭還在進行 就沒有所謂的中立可言 烏克蘭的國家隊呢 這次也是奮力一搏 但是在烏克蘭 原來有超過3000名專業運動員 戰士打了這麼久 很多男性上場服役 其中已經死了將近500人 現在國際田徑總會的主席 特別在奧運開賽前 到基辅利奧澤倫斯基 在奧運的時候到巴黎觀賽 距離巴黎奧運只剩下三個星期 烏克蘭國家代表隊 這回真的不只是體育場上的榮耀 這場全國田徑錦標賽前的默哀儀式 象徵者他們不會忘記那些戰場上 逝去的寶貴生命 世界田徑總會主席科伊 在奧運開賽前夕 風塵浦浦從波蘭搭上前往基辅的火車 曾是兩度拿下奧運田徑金牌的選手 他深知這場賽事 對烏克蘭運動員來說 是極具困難卻又珍貴的一戰 2022年2月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世界田徑總會就全面禁止 俄羅斯和白俄運動員參賽 相較之下 國際奧委會今年已經批准 數十名兩國運動員 以中立身份參加巴黎奧運 引發爭議 科伊親自來到基辅 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見面 在圓州會議上 重申世界田徑總會的支持 過去烏克蘭國家代表隊 平均派出70多名運動員 今年可能只有不到30人能夠參賽 戰爭讓許多運動員的生涯 被迫終結 也是科伊這趟訪問的重要任務之一 提供烏克蘭更多資金 讓運動員有機會代表國家出賽 子倫斯基在會議中重申 在戰爭持續進行時 中立性是不存在的 反對國際奧委會 對俄羅斯運動員敞開大門的決定 可以以個人身分 邀請子倫斯基前往巴黎 觀看奧運賽事 對俄羅斯運動員來說 想登上今年的巴黎奧運 就得設法通過 國際奧委會的嚴格審查 出賽時以中立身分 穿著全白隊服 奪牌領獎時也不能播放國歌 曾公開表示支持俄羅斯 入侵的運動員 一律不符合中立參賽標準 許多因此失格的運動員認為 政治和體育不該混為一談 另一頭 烏克蘭國家代表隊 今年以象徵國旗的黃藍配色 準備亮相巴黎奧運 官方代表強調 他們已經在本屆比賽上 盡一切努力阻止俄羅斯和白俄 能夠派運動員出席 烏俄戰爭至今超過850天 飽受戰火蹂躏的烏克蘭 現在要連找到專業的運動場館 都是問題 這使得許多烏克蘭專業運動員 不得不到國外接受訓練 在各國之間像是打游擊一樣 有機會就去 只為了保持最好的狀態 登上巴黎奧運 今年的烏克蘭代表隊 每一個成員都受到戰爭影響 400公尺跨欄運動員塔查克 無時無刻都掛心著 人在前線作戰的手足 在這座田徑體育場旁就是一處墓園 埋葬了這場戰爭中身亡的烏克蘭人 統計目前為止 有3000多名烏克蘭運動員選擇保家衛國 其中479人被奪走了生命 親友們在他們的墳前掛上獎牌 彌補這輩子無法在運動場上 發光發熱的遺憾 TBS新聞綜合報導 另一場持續的戰爭是以哈戰爭 以色列其實兵員已經吃緊了 而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 過往可以免兵役的 叫極端正統派信毒 也要被振召 引爆了耶路撒冷激烈的警民衝突 上千名要被征召的 極端正統派的百姓上街抗議 而巴勒斯坦的難民 罹難數已經逼近三萬八千人 或釋放的巴勒斯坦囚犯 痛訴在以色列所承受的酷刑 虐求身心受創 而戰爭其實是持續不斷的外擴 以離邊境還有紅海 現在都傳出炮聲 上週以色列國防部長聲稱 要把黎巴嫩打回石器時代 以色列北部邊城謝莫娜 7月1日傍晚就面對真主黨的飛彈攻擊 畢竟沒人想一直挨打 以離邊境撤離數萬人 但戰火同時也往南蔓延 青年運動組織聲稱 以色列霍輪與英國登陸艦都被他們的導彈命中 以巴衝突影響全球 以色列納坦雅胡政府仍然沒有要停火 從加薩看見了空襲後黑煙 有幾分像死神臉孔 加薩衛生部統計巴勒斯坦軍民 罹難人數上升至37900人 阿嬤激動地說出這句導詞 在伊斯蘭信仰裡除了表達前信依賴 也是宣告真主阿拉會對壓迫者加速懲罰 以軍7月1日再度呼籲 加薩中部汉尤尼斯的難民 警速撤離 預告將攻擊此地 儘管這裡有重要的飲用水供水管 以及號稱每日戰術停火的重要運輸道路 好不容易回到殘破家園的難民 再度驚慌地上路逃難 萨爾敏耶曾是加薩最大醫院 西法醫院的院長 去年11月被以軍指控 為哈馬斯同路人而抓捕 同事有的死了 有的跟他一樣被折磨 西法醫院後來也被以軍多次攻擊 死傷慘重成廢墟 6月30日 以色列釋放55名巴勒斯坦囚犯 但傳出以色列部分高官不滿 萨爾敏耶也獲釋 認為是縱虎歸山 萨爾敏耶則控訴以軍虐求 天天在獄中放狗咬人 巴勒斯坦囚犯難以忘記 以軍的虐待 但以色列總理 娜坦雅虎卻堅持 這些動作都是在消滅恐怖分子 並聲稱哈馬斯棄屬將近 但納坦雅虎自己的大權是否也將旁落 其執政聯盟的主要成員之一 極端正統派政黨 現在與最高法院有了衝突 這個週末數千名極端正統派民眾 上街抗議 因為6月25日 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 到達服役年齡的極端正統派猶太人 都要入伍 一向可以不納稅不當兵 不上普通學校的極端正統派 哈雷迪仁 現在被迫放棄特權 要求我們 保護所有的民眾 和阿歷克 吶喊哭泣滾倒被拖走 極端正統派們為了捍衛 其他以色列人眼中的免疫特權 走上街頭 因為極端正統派也不避孕 越生越多零補助 占以色列總人口約13.5% 堅持不服兵役 在其他以色列人眼中看來無意識 叫其他人上戰場去送死 我希望誰會給我們 這樣的極端正統派進入軍隊 很可能對以色列戰力沒有正面影響 但年輕的哈雷迪人口 占以色列徵兵士林人口的24% 極端正統派政黨 是這屆以色列政府中 力挺納坦雅胡的重要力量 要觀察的是 激怒他們會不會導致 以色列大選提前掌權者換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因為川敗辯論之後 引發了全球高度矚目 在大選辯論裡面 川普明顯地佔了上風 而現在他競選的一個障礙 又透過法定裁決掃除了 大法官針對川普 企圖推翻2020選舉這個案子 裁定川普想有部分總統豁免權 有公務上的豁免權 那麼至於公務跟私人行為之間的界定 會由出審法院來決定 這意味著在今年大選投票前 法院會趕不及審理 所謂川普的國會案 那麼他的總統公務部分豁免權 讓川普現在在這件事上 似乎不必太擔心了 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 總統拜登表現太差 讓前總統川普輕鬆得分 週一最高法院也為川普的競選 吹來順風 大法官針對川普企圖推翻 2020選舉結果一案 裁定川普享有部分總統豁免權 九位大法官以六比三投票 通過了總統豁免權 川普任命的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羅伯茲表示 豁免權是對總統行使憲法權利的尊重 不過僅限於公務 總統的私人行為不在豁免範圍 至於公務與私人行為的界定 將交由出審法院法官來決定 這也意味著在11月大選前 法院趕不及審理此案 必須拖到選後 保守派大法官認為 川普在總統任內 與任何政府官員的對話 都在豁免範圍之內 這對調查案件的特別檢察官 是重大打擊 因為川普威脅副總統潘斯 和地方選務官員的對話 將無法成為證據 豁免對川普的選情也未必全然有利 出審法官為界定什麼是總統公務或私人行為 在選前9月或10月將進行聽證 屆時會有更多犯罪證據被公布 拜登批評豁免權會讓總統的權利沒有限制 拜登正在進行辯論會後的災難控制 黨內的勸退 與家人和支持者的勸留聲呈現拉鋁 拜登團隊目前正在蒐集各地的民調和研究報告 將客觀評估情勢再決定去留 民主黨一名議員透露 黨內的國會席次被視為是防火牆 如果民調顯示 拜登不只會輸掉總統 還會輸掉國會席次 那就觸碰到了警戒線 民主黨必須有備選方案 辯論會後拜登陣營也開始抓罪魁禍首 不少白宮資深助理認為 應該開除幫拜登準備辯論的顧問 這些人都是拜登多年的幕僚 也是他總統任內的核心決策團體 外公近期或許會有一波人事地震 拜登競選團隊又推出了新的競選廣告 這一次直求面對年齡問題 I know I'm not a young man I know how to do this job I know right from wrong I know how to tell the truth I know like communities in America's know When you get knocked down you get back up 競選團隊塑造拜登是打不倒的勇者之姿 派人扭轉辯論會的腿勢 TVBS新聞總和報導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提到電商消費的時代 以中國市場來說 全中國14億的人口已經超過6成 他們都曾經在網路上消費 這些人數規模超過9億人 其中將近6成的網購者 都買過中國製的品牌 或者是現在很流行的 中國風的文創商品 網購的人是以年輕人為主力 但是在中國鷹法族網購的比例 也有7成 而這些消費者是樂於透過網購 來預定或者透過網購 購買旅遊型產品 大陸電商年度盛世之一 618購物節雖然已經結束 但對於中國各地消費者來說 網路購物這一種新型態消費 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從廁所裡的衛生紙 到洗衣機 電冰箱 與掃地機器人等中大型家電用品 甚至是度假旅遊行程 全都透過網路按幾個鍵就能搞定 購買過自能家居產品的用戶 占網購用戶的25% 官方近日公布的互聯網助力 數字消費發展藍皮書報告顯示 全中國14億人 有超過6成都用過網購 網購用戶規模達9億 其中更有接近6成的人曾經購買過 所謂的國貨炒品 也就是中國品牌商品 以及走中國風設計的文創產品 至於透過網路預定旅遊度假行程 或購買交通票券的用戶 更是超過5億人 旅遊消費的金額光是今年1到4月 就比去年同期暴增7成 此外網購也不是年輕人的專利 60歲以上的銀髮族網購比例 達到69.8% 雖然比不上二三十歲年輕族群的八九成使用率 但也頗為可觀 除了網路貨物之外 實體消費也是能夠刺激經濟活水流動的方式之一 香港就有餐廳趁著剛過去的七一話題 推出七一者特惠活動 成功吸引大批時刻排隊 香港政府則是祭出了350架無人機 在七一當晚的夜空中 排出了憨太可舉的貓雄圖樣 讓來自各地的遊客享受愉快美好的夜晚 除了透過大型活動以及祭出優惠來吸引旅客之外 香港也在七月一號開通與新疆客時的直飛航班 總計4900多公里的航行距離成為中國最長的一條國內直飛航線 因為香港其實離得也比較遠 我之前有提前走的同學 他們要可能在別的城市經停一晚上 這非常的疲憊 直飛航點的增加在搭配北京當局從七月一號開始 開放所有前往香港與澳門自由行的大陸旅客 免稅額從原本的五千元人民幣 一口氣漲三倍到一萬五千元人民幣 港府希望這些新政策能夠為香港的消費事況帶來振興 至於實際前往香港的路客有人全力消費 有人則偏好深度旅遊 孩子買了一點衣服 鞋子 還有但老年老人買了一點保養品 香港現在邊東西很便宜 優惠力度比較高 準備三天兩晚 就去中環香港大學 我覺得算深度吧 因為第一次來純購物 因為我們那種年輕純購物 現在就帶小孩感受一下這邊的一個豐富人情 而北京當局則從去年12月起 陸續對多國祭出暫時性單方面免簽政策 試圖把旅遊消費市場的餅繼續做大 從第一批法國 德國 義大利 再到瑞士 愛爾蘭 比利時等國 這個月又增加澳洲 紐西蘭與波蘭三國 總計中國目前已經對14個西方先進國家 開放15天單方面免簽 成功讓入境中國的外國遊客出現明顯回升 近三個月每個月都有40多萬外國人入境 但總的來說只有恢復到疫情前的六成 至於陸客出國旅行人數雖然不比以前 消費力卻一點不弱 以日本為例 今年第一季前往日本的陸客 雖然比疫情前2019年同期少了近四成 但人均支出卻比疫情前暴增兩成五 每人平均消費1.14萬元人民幣 至於熱門的產品則從免制馬桶轉向精品 分析坦言這可能與日圓走低 買精品更划算有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接下來關注的是應用型的高科技最新的一些研發 首先是在中國上海交通大學測試了一個機器導盲犬 那麼日本的科學家呢 是研發出可以用人類的細胞 開發出一種相當於活體皮膚的皮膜 附著在機器人的表面 這樣機器人可以展現近似人類的逼真笑臉 而且讓罹患意味性皮膚炎和失疹的常年病患 能夠早期擺脫疾病 英國方面科學家是研發出人工合成皮膚 模擬人體皮膚的發炎反應 那麼希望能夠幫助開發更有效的治療藥物 六條腿的機器狗規律緩慢的引導視障婦女出行 這支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團隊正在開發測試的機器導盲犬 不僅可以透過攝影鏡頭感應器為視障人士導航 還可規劃路線識別交通耗制 完成一般導盲犬做不到的任務 現在呢我通過語音對話 然後告訴他我要去哪裡 控制他的速度是用就是我拉著這根盲棍 然後如果我需要他快一點 我只要往前一直推他 如果需要他減速的話 我只要把手往回帶拉一拉 他就會調整速度 中國大陸的視障者將近2000萬人 但實際上路的導盲犬只有400隻 上海交大的研究團隊 看好機器導盲犬未來能量產 解決導盲犬數量不足的問題 保護視障人士安全出行 雖然我們眼睛不好 這一代可能用的是這個樣子 1.0版本 可能在我們下一代會有2.0 3.0 科技始終是改變生活的 最近日本科學家利用人類細胞 開發出一種相當於活體皮膚的物質 附著在機器人表面上 展現出逼真笑臉 研究團隊表示 希望藉此能夠進一步了解 皺紋形成和臉部表情的生理結構 並在未來協助藥物開發 阻止皮膚老化 應用於化妝品 外科手術 整形手術 等領域 另外英國也有科學家 研發出人工合成皮膚 不僅可以模擬人體皮膚的厚度 還可以準確模擬 寄生在皮膚上的微生物 包括細菌 真菌和病毒 真實反映出 诸如異味性皮膚炎 或濕疹等皮膚問題 藉此研發新藥物 他們在過去用了我們特別的皮膚模特兒 去避免人的皮膚 環境和皮膚 我們做的是 我們做了一種化妝品的皮膚模特兒 看看平常的皮膚和化妝品 和化妝品的皮膚模特兒 比平常的皮膚模特兒 美國每年都有好幾百萬的成年人 飽受耳鳴之苦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近期批准一種新式療法 利用聲音刺激與舌頭的電脈衝刺激 兩者結合 來訓練大腦 忽略耳朵內部發出的聲音 機器動物的運用也越來越普遍 印度善待動物組織近期捐贈力頭三公尺高 栩栩如生的機器大象 給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黑天神廟 協助廟方進行宗教儀式 這頭大象會擺動耳朵和尾巴 吸引了大量遊客與它互動合照 史丹佛大學師生則參考了盲珠的細長腿結構 開發出了一款昆蟲機器人 用以探索月球與火星上具有挑戰性的地形 目前已在加州莫哈維沙漠的熔岩館中 完成現場測試 加深了航太研究人員進一步探索火星的信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的是兒童網紅 兒童網紅是不是因為大人會獲利才存在 現在美國伊利諾州有新法 加州跟進 週一就上路了 兒童網紅的家長必須替他的子女設立信託帳戶 不能夠獨吞所有因為這個兒童網紅所賺取的收入 在歐洲丹麥政府組了官民信聯盟 他們要針對未成年的社群媒體成癮抵制 社群媒體自動播放 吸引用戶留在平台的各種設計 全民網紅的時代 誰來保障影片中的小朋友也能拿到應得的酬勞 放眼許多在社群平台上活躍的家庭 一個月可以拍出好幾支影片 小朋友自然又不做作的同言同語 往往是吸引大多數人點進來看的流量密碼 卻分不到半毛利潤 如今美國伊利諾州祭出新法 要求家長必須補償家中的小小網紅 也就是必須把從創作內容賺取收入的一定比例 替小孩存到限制提領的信託 等到18歲成年後再歸還 法規已經在周一上路 就像法規是仿效1930年代 加州的兒童演員法案 當時這名童星演戲的收入 全被自己的爸媽給削走 如今加州也跟進伊利諾州 頒布了類似法案 保護而少不受社群媒體的影響 和播削 不只是在影片裡的演出者 還有影片外的觀看者 但丹麥政府看不下去 宣布已經和多個兒童組織成為一個全新陣線 又來保護歐盟的青少年和兒童 別對社群媒體成影 當局要抵制的包括 無線滾動、自動播放等 讓人捨不得關掉的功能設計 一些對兒童有害的演算法 以及科技龍頭慣用的行銷售法 當地兒童機構認為 設定年齡限制至關重要 除了觀看者本身的年齡 還要為影片內容制定合適的年齡 需要取得更好平衡的 還有各國當局最關注 深層式AI的應用 德州這名30歲男子 剛在上週五遭到逮捕 因為他用手機上的AI程式 把一張照片裡的17歲少女的衣物 給移除 當地警方表示 在完成圖當中除了面孔 還是少女本人脖子以下全部赤裸 照片中的青少女是在警方通報後 才得知自己受害 目前也還不清楚受害人 與嫌犯是否有關聯 不過這是當地轄區第一起 以身為罪名打人的案例 目前嫌犯已持有兒少色情物品 遭到起訴 TVB有深中的報道 Focus轉到日本 日本的地價不斷上漲 首先來看的是觀光 滑雪的觀光聖地長野縣白馬村 是日本漲幅最多的超過三成 另外就是台積電進駐的 熊本縣菊陽亭 地價成長有24% 居第二位 而日本全國平均的地價 連續三年成長 路線價是日本用來作為遺產課税 或者是轉移課税的一個地價基準 它指的是日本主要道路兩邊的地價 所以今天看的是路線價的漲幅公布 不過報導一開始讓我們看 再創新低的日元匯率 在7月2號 日元兌換美元跌到了161 這是近38年的貶值最低記錄 38年 頭一回見證到160的匯率 圓安也就是日元貶值 這兩個字日本人現在看了就怕 日本銀行公布最新短關調查 大型製造業信心指數為正13 連續兩劑改善 原因在於順利轉嫁成本 半導體供需回穩 而大型非製造業 雖為正33 卻比前期下滑一個百分點 出現16個季度以來首次衰退 關鍵出在末端的信心崩盤 原材料コストの增加や 想定以上の物価上昇が続けば せっかくの賃上げ効果も薄れてしまいます 大企業非製造業の景気判断が 実に4年ぶりとなる悪化に転じ 小売業で特に大きく押し込んだことには こうした警戒感が反映されています 零售業的此番担忧 也可從GDP驗證 因建築訂單數據錯誤 日本内閣府重新計算 1至3月GDP 實質年率衰退2.9% 比上一版的負1.8%更差 GDP占比吃重的個人消費 連續四個季度萎縮 顯示民間消費仍然冷清 不過這波蕭條中 日本地價格外強烈 この大きさの土地の評価額 路線価が今日公表されました 上昇率も2010年以降で 最も大きくなりました 路線価を押し上げる要因となっているのが こちら 好調なインバウンド需要や 全国で進む再開発です 路線価指的是道路價格 透過計算零路土地 与專業建价後得出 作為概念 既成獲贈餘的客水標準 日本47個一級行政區 有29個路線價上漲 全國平均較去年成長2.3% 連三年抬升 且漲幅創14年最高 當中以福岡縣5.8% 熔登防守 其次是沖繩縣5.6% 東京都雖然排名第三 還是掌握了帝王 銀座五丁木的文具店 九居堂 每平方公尺土地價格 4424萬日元 同比漲152萬 連續39年 全日本最金貴 至於漲幅最大的是 長野縣白馬村 32.1% 夏季避暑 冬季滑雪 深受外國遊客喜愛 觀光產業 頗受激勵 身價水漲船高 第二名則是熊本縣 菊陽亭的24% 受到台積電加持 台灣等外國籍科技人士進駐 帶動商業與住宅需求 另外隨著大眾運輸拓展路線 首都圈交通網絡向外延伸 推動地方再開發 原本的小市鎮變得魅力十足 許多地段都比過去更值錢 金融界認為 在原物料推波助瀾之下 房價恐怕只會高得更詭異 若對比整體薪資水準 不動產供需結構畸形 加上富利率時代終了 少子化難拯救 現在豪宅 遍地開花 最後又是誰來買呢 TG的新聞綜合報導 從日本Focus轉進南韓 南韓的首爾事件發生了重大車禍 汽車突然逆向行駛 撞了兩台車之後 衝上行人道 撞倒多名路人 這場車禍九人死亡 六人受傷 一個開了40年公車的68歲男子 這一次因為業務過失 治人死傷罪 立刻被警方立案 而這個始作俑者說 他的車輛失控突然加速 才發生一連串的意外 那麼震驚了整個南韓 整個事故發生的詳細原因 還在調查 首爾事件附近美食街監視器畫面 清楚拍到 當時用餐客人在人行道上透透氣聊個天 沒想到下一秒竟有一台車輛突然朝向人群衝去 一聲巨響後白在店門口的塑膠箱散落一地 停在一旁的機車也被撞到現場一片混亂 台灣時間1號晚間8點半 首爾市停站附近十字路口 一輛黑色汽車逆向行駛約200公尺後 撞上右轉車輛 接著橫穿馬路在路口邊停了下來 從事故發生後 人行道旁鐵欄桿被撞壞 玻璃碎滿地 和肇事車輛車頭嚴重毀損變形的狀況 就能看出當下衝擊力道之大 再加上當時下班人潮多 車禍來得突然 人群躲避不及 導致9人死亡 6人受傷 招式駕駛是一名68歲男子 由於傷勢嚴重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但針對車禍發生原因 他聲稱是車輛突然加速釀的貨 不過下班路上目擊到事故現場的市民們 可不正向 認為這起事件和一般的突然加速事故不同 因為汽車暴衝 一般會在衝撞車輛或設施後停下 但招式車輛卻疑似是自行減速後停止 警方也認為需要著重調查 突然暴衝前的車輛逆行原因 究竟是駕駛操作不熟練 還是車輛無法控制 還需警方釐清 目前警方只排除了酒駕可能性 其實南韓每天平均發生的交通事故 超過500起 根據警方統計數據 2023年發生的交通事故 就有19萬8千多件 其中酒後開車是警方嚴厲打擊目標之一 韓國光是去年酒駕事故就超過 1萬3千起 159人因此喪命 南韓民眾對酒駕的憤怒到達頂點 但犯下酒駕致死的人 卻似乎未得到應有處罰 根據醉酒駕駛案件處理情況顯示 醉酒駕駛人中只有55.9%被起訴 儘管因服役軍員 隱昌號被酒駕車輛撞死 催生的隱昌號法 2019年生效後 強化了酒後駕駛的處罰標準 只要酒精濃度達到0.03%以上 就視為酒駕 濃度達到0.08% 駕駛則會被吊銷甲罩 酒駕致傷 最高處15年以上有期徒刑 若酒駕致死 則從原本最低1年 改為3年以上至最高無期徒刑 但實際上法官審判 多數仍採取從情處理 像是這起酒駕事故 將結婚才45天的新婚夫婦田園永哥 但一審法官只判10年有期徒刑 儘管酒駕事同謀殺 逐漸成為南韓社會共識 但刑則該如何判定 達到警惕作用 同時還給受害者公道 仍是首爾當局代解之題 DVPN新闻最後報導 Focus國際人物是產後回歸的 日本網球女將大阪直美 隔了6年 大阪直美女將再度晉級 溫網第二輪 她的女兒剛剛好滿一歲 她說這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另外還要看的是 西班牙的小蠻牛艾卡拉茲 她在溫網第一站順利晉級 但是對手拉哈爾比她更吸睛 她頂了一頭鳳梨髮型出賽 酷似溫網的冠軍獎杯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 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會 我還要在一起